安大略省政府最近登出招聘广告 花费150万家元聘请17名项目诚信分析员 这些诚信分析员的工作内容包括 进行个案审核与律师及执法人员合作 为社会福利诈骗案提供援助 并担任专家证人 这些项目诚信员每周的工资 从1282.89元至1635.89元不等 任期至少一年 省政府此举引起一些民众的不满 有民众表示 省政府与其花钱聘请调查员 倒不如花钱为申领安省残障人士支援计划的人 提供更多援助 因为很多残障人士身体虚弱 为了对抗疫情 他们不但需要添置一些防护装备 而且担心感染新冠肺炎 他们不得不中日留在家中 尽可能避免日常外出购物 这就需要快递送货上门 这都令他们的日常开支增加 而省政府则有责任帮助他们在疫情中渡过难关 目前有关民间组织已经在社交媒体发起运动 要求安省政府在疫情期间增加残障人士支援计划的发放金额 帮助这项福利的申请人 尤其是一些不符合领取加拿大紧急响应补助金的人士渡过难关 但安省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省政府聘请调查员是回应安省审计总长 历师在2019年审核残障人士支援计划报告后所做的建议 该报告指出 有4.2万宗涉及诈骗残障人士支援计划的案件 未能及时调查 当中更有六成个案积压超过一年 历师在报告中表示 及时复合存疑个案是发现并减少省政府超额支付福利的关键 据了解 针对疫情 加拿大出台了多种补贴政策 其中适用于安大略省的政府补贴金 除了疫情紧急补助金之外 也包括安省残障人士组织补助基金等等 这项补助计划 个人最高可获得100加元的补贴 家庭最高可获得200加元的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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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